我大概第一次踏進黃家 是6月11號 今年6月11號 6月11號就是 那個南鐵的那個張家 就是第一家被強拆的 那個強拆戶 被強拆的那一天下午 實在是忍不住了 所以說 我之前跟黃孫陽其實也見過好多四面 然後一直講說要去他家 但是一直都沒去 後來一直到6月11號 看到房子都被拆了 所以就 就開始去跟他接觸 然後接觸 到7月21號的凌晨 就是黃家第一次被強拆 那然後黃春香簽下了那個切結書 所以說暫緩兩個月 簽切結書的原因就是 那個切結書的內容就是說 兩個月之內自行拆除 那然後 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跟春香講 那反正你都已經簽了切結書嘛 那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想要 更仔細的來了解幾個事情 一個是徵收的實務工作 這個徵收實務包括說徵收費的計算 包括拆遷補償 然後也包括了像黃春香 因為他房子是一半被拆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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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往下挖的廊道 那麼 右邊這條紅線就是從他家切穿過去 就是等於說兩戶都被拆到一半以上 你可以看到 你們看得到文字嗎 就是被拆的地方 兩戶分別是有30平方米跟35平方米 一平方米大概是0.3平多吧 那加起來是65平方米會被拆 然後被留下來的只有49平方米 那所以說它是一個搬拆戶 那我想要了解搬拆戶重建的過程 那在這個整個討論過程裡面 其實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後來發現到黃春香大概 除了這個拆之外 它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要畫4米的一個線 就是原本齁 就是在開源路橋兩邊 就是在開源路橋興建完的時候 兩邊的這個住戶都把房子推出來 就是把原來的棋樓都圍到他的房子裡面去 那所以說開源路橋在地下 下鐵通車之後會被拆掉 那拆掉之後呢 它的騎樓就要給它還回去 所以說它還會這樣往後面退縮4米左右 所以說它剩下來的一樓空間大概是5坪左右 那我在這一個月的討論裡面 因為我本來去找他 講的是最簡單的啦 我就是跟他說 你如果要看照顧宅的話 我就陪你去看照顧宅啦 然後你如果要算徵收費怎麼樣 我們就來跟你算嘛 等於說有一點人在參與他的這些工作的過程裡面 來了解 要不然的話我單純只是訪問他 他也講不清楚 然後我去訪問鐵道局 鐵道局也講不清楚 所以說我希望透過參與的方式 能夠更深入的了解他的整個過程 那大概整個8月的時間其實花很長的時間在研究說你這個樓梯 因為中間這個黑黑的地方就是樓梯 假如說你的樓梯 因為我們一直不確定他的樓梯會拆到哪裡 這個是黃生香抗中中間很重要的一個論述啦 就是鐵道局是很晚很晚 然後哩哩啦啦的每一次跟他講要拆到哪裡都不太一樣 所以說他的樓梯到底會被拆到什麼程度其實一直不清楚 那但是呢我們就假設在鐵道局畫這條線上 這個是我畫的不是鐵道局畫的 就是大概算一算那個距離拉出來的東西 那假設沒有樓梯的話應該怎麼辦 那黃生香家現在的一樓是他媽媽住的 他媽媽呢應該是說他有幾個姐妹輪流照顧他媽媽 所以說他媽媽會到每一家去住幾天 那所以說呢一樓有幾個東西是必要的 一個是他媽媽的房間 一個是有房間當然要有廁所 房間廁所然後另外就是為他媽媽供餐 所以說有廚房然後流理台 這些東西是現在一樓必要的設備 然後他媽媽今年是一百歲 所以說但是他精神非常好 然後只是有一點點老人吃在這裡而已 就是說但是講話啊行動啊什麼都非常好 那一天到晚吵得要去啊 現在他媽媽的房間已經沒有了 已經被打一個大洞根本不能進去 那他媽媽所以說一樓最重要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當我在跟黃生香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在討論這個一樓空間該怎麼辦的時候 發現說完全無解啊 就是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如果說我還需要一個樓梯 然後你的這個形狀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邊如果說在畫一個這個旗樓的線的話 他的形狀是三角形的 那我如果說要蓋樓梯下去的話 幾乎沒有任何的空間 然後非常有趣的就是前幾天交通部提出了一個方案 就是跟請建築師特別畫 我不是建築師所以沒有畫那麼準 他請建築師畫得非常準 然後最後產生出來的結果 其實跟我這一個月的時間結果是一樣的 那建築師畫出來的一樓也沒有任何的 除了樓梯之外沒有任何的設備 然後最低樓層的廁所在二樓 最低樓層的房間在三樓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交通部說他們自己開了十幾次會 然後一直研究皇家的情況 開出一個黃春香根本 跟黃春香氣球完全無關的一個設計 那他也證明了黃春香提出了這個訴求 就是我要保留樓梯 然後等於說是 因為他的樓梯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啦 如果你現在要看的話 好沒關係啊 我用講的就好 那也就是說他的樓梯 其實在被拆一半的這種情況底下呢 這個樓梯空間是完全無法使用 所以說希望說 在這個地方能夠突出去 對能夠突出去 就是說能夠把這個樓梯給留下來 好這是他有兩種方式 好我先我大概解釋一下 第一種方式呢就是我先來先來看一下 黃春香家 好這張照片是從黃家的四樓拍下去的 好那這張照片其實說很多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叫做什麼叫做南鐵東移 好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火車的路徑 好那然後旁邊的這一塊呢就是 所謂的地下鐵的廊道 好地下鐵廊道其實就是 剛好在整個鐵路的東邊 好假如說 我們沒有那個微色筆 沒有沒關係 你可以看到我的滑鼠吧 好你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地下鐵的廊道跟鐵軌 幾乎是平行的 然後整個東移出來 也就是說地下軌的廊道的西側跟鐵軌 幾乎是緊貼在一起的 然後往這邊 但是呢 過了這個地方之後 這裡的位置大概距離黃家 是100公尺出頭 就開始分岔 有沒有中間形成了一個夾角 形成了一個夾角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 我現在畫了這條線 中間的這條曲線 它是一個跟現有的軌道平行的曲線 它應該是這樣子走的 如果說是這樣走的話 黃家的後半段還是會被拆掉 但是呢可以避開樓梯 好這個我曾經算過 大概可以位移一個5公尺左右 那黃家只需要2.73公尺 就可以保留樓梯了 好那但是呢 它現在這條線卻是這個樣子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鐵道局在設計的時候 它的新的軌道 就是現在的地下軌 它的曲線半徑 好曲線半徑就是 每一個弧都是一個圓的一部分嘛 那這個圓的 那個邊到圓心的位置 叫做曲線半徑 曲線半徑越大 它的彎度就越小 好所以說 原來的這個軌道 它的曲線半徑是600公尺 然後呢 新的軌道的曲線半徑是820公尺 我看這張我畫的這張圖大概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就是說原來 當然這個不是照那個曲線半徑比例畫的啦 只是在說明 這個是原來600公尺的曲線半徑 然後呢 地下軌變成820公尺 因為黃村鄉家大概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說鐵路呢就更像東翼 所以說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調整這個地方的曲線半徑 因為其實提了非常多的問題 然後鐵道局一開始的回應是說 這個火車安全性有問題啊 就是說 因為越彎越容易 火車越容易飛出去嘛 然後講的什麼普悠馬呀 那個飛出去 普悠馬那飛出去的曲線半徑是300公尺 而且它開在100公里的速度上 而且這個地方呢其實 它距離台南火車站其實已經非常近了 也就是說開在這個地方的那個 那個火車的速度大概不是在降速 就是剛剛提速 那所以說它的速度不可能太快了 那那個時候問鐵道局就是說 你說這個有安全性問題 後來有查出來鐵道的規範 就是在曲線半徑是600公尺的時候 列車的行車速度上限是100公里 在800公尺的時候 曲線半徑是800公尺的時候 列車行車的速限上限是120公里 所以說是可以在最快的時候 可以開比較快嘛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上限啊 是車速上限啊 在這個地方的火車 是不可能開到車速上限的 那你講這個理由就非常奇怪 但是後來鐵道局也開始慢慢不講這個東西了 包括說交通部前一陣子給黃春香的回覆 也是不講這個東西 他只講了一個東西 就是這裡 原本它這個湖 湖的兩個端點中間這個叫懸 原本它的懸長 這個懸長是我算的 那個交通部都沒有給這些數據 這個懸長大概是320公尺 320公尺 然後鐵道局說他們現在的施工 在南北兩端的連續幣已經做過來了 所以說它的懸長只剩下156公尺 要做調整很困難 它的講法是這樣 我本來計算 當然這個東西可以計算的 就是說它的懸長在320公尺的時候 這兩個的湖頂差 就是兩個假如說黃春香要在這個湖頂的位置的話 它的差距大概在6公尺 但是當它的懸長變成只有156公尺的時候 它的差距只有1.37公尺 所以說那個交通部現在就說 我們現在連續幣已經做到這邊了 然後要調整很困難 那當然這個細節問題我就不講再太多了 然後最近幾天發生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鐵道局已經開始去掉了大量的鋼筋 然後那個深開挖的那個設備 通通都已經開到紅春香家附近的工地裡面去了 那開進去呢 其實非常明顯它就是要繼續做連續幣的開挖 也就是說交通部已經以說連續幣 剩下來沒有施工的空間太短 不能夠調整區間半徑 為理由來說這個方案不可行 它還要再繼續的做連續幣 就是會讓這個懸長越來越短 然後可以調整的空間就越來越短 那這個局面其實說起來很緊急 所以說那個黃家跟關注組前天 有一個到工地去擋工程的動作 但是現在其實 這樣怎麼講啊 那天去了工地 然後那個門口的保全 一看到黃家的人來了 馬上就拿大鎖把工地門口會鎖住 也根本不用擋它的那個工程車出 它就直接鎖住了 然後呢裡面工程就慢慢慢慢就停下來了 就是包括切割鋼筋和鋼筋 因為連續幣是先挖一個槽 然後用鋼筋綁成一個鋼筋籠 然後把鋼筋籠整個放下去這樣子 那它已經在做切割鋼筋跟綁鋼筋的動作 但是它只要一抗議 它就把動作放緩下來 然後交通部那邊就說 好啦好啦 尊重你們也不施工 但是這兩天持續的在關注 它還是有在施工的動作 就只是變慢了而已 那就會變成說很麻煩的事情是 你只要吵它就不動 然後你只要不吵它就動 所以說現在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不知道 那未來會不會再把這個抗爭升高 也不知道 就是因為村鄉家那邊大概目前等於維持了一個月的和平 所以說可能看起來比較沒有聲音啊什麼的 現在的狀況比較是這樣 那有關論述的部分的話 我等一下會放在我的報告裡面講 其實我有點緊張的就是我昨天已經用最快速度 也花了120分鐘才講完這個簡報 那我今天希望能夠盡可能的縮短時間 那個如果說有新進來的朋友請他們到裡面來好不好 就是外面看起來已經不太夠了 好現在是56分 我大概剛剛已經報告了說 我大概6月11號開始去接觸黃春香家嘛 那然後我希望去看到有關於徵收的更多細緻的部分 等一下我在報告裡面會去談 這裡面我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那這個還沒有連上來 想要刷QR Code可以再刷一下 有人要刷嗎 沒有我就要到下一頁囉 在到黃春香家之前 就是我剛剛講說6月11號嘛 然後第一次去 然後他家距離我家只有700公尺啦 就是我住在台南就是他家是開人路11號跟13號嘛 我家在開人路73項 所以說到他家只有700公尺而已 所以我就說我一直很想去 但是就因為手上的事情然後又有點懶惰 所以就一直沒有去 到6月11號真的有房子被拆了之後我才開始去 那在6月份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直在做寫書的一個工作啦 就是我打算再寫一本書叫做《帝國的舞台》 那也就是我們這幾年在執行 代入博弈計畫所看到的一些東西 然後之外呢也希望說 比較更深入的來討論現在整個資本主義大國博弈的情勢 想要談這些東西 所以說那個時候在進黃家之前我在做這樣的工作 這個照片是我們執行代入博弈計畫那個我們的記者在印尼採訪的情況 所以說那個時候本來的工作是這樣 那當然我會選擇去黃家 其實在我的概念裡面其實這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有幾個因素嘛 因為今年大概從1月2月之後就不能再出國了 根據陳時中部長的說法 要能出國要到明年底了 所以這聽起來其實蠻讓人焦慮的啦 就是我們的出國出了剛剛講的沒有錢之外 更嚴重的問題就是在這個 也沒有辦法出國了 因為本來我希望說完成這本書的過程裡面 因為裡面討論了很多中國的東西 所以說其實會希望去中國吉他 然後去拜訪一些朋友 能夠真的做一些在地的採訪 然後一方面是中國的情勢越來越緊張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疫情的關係 就等於說完全都不能動 所以說寫書的部分在那個地方也有一點卡住 在這邊不知道 因為對我來說啦 我沒有看到的東西 我沒有實際接觸過的東西 其實我有點不太知道該怎麼樣寫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習慣問題啦 我沒有辦法做這麼抽象的思考 那我們在印尼的採訪呢 其實就是有一個項目就是到雅安高鐵 那雅安高鐵呢是雅加達到萬榮 然後150公里的高鐵 是由中國開發銀行貸款45億美元 然後主要就是由中國的國企 中國鐵路、中國中鐵、中國水電、中國中車、中國耗通 五間中國公司加上四間印尼公司 合組了這個叫做KCIC公司來進行開發的 那事實上呢 中國拿到這個雅安高鐵呢 其實是跟日本競爭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雅安高鐵其實基本上是2008年 日本就對印尼提出來的一個計畫 那個當然是一個願打一個願矮啦 因為印尼包括說前一任的總統蘇西洛 跟現任的總統Jokovic 其實非常大力的在推動各樣的基礎建設 大家知道印尼大概是世界最多島的國家吧 那再加上它幾個大島中 大島內部的交通 跟島跟島之間的交通 其實是印尼一直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所以說印尼是非常需要基礎建設 這一點是沒有錯的 那但是呢 你如果是需要基礎建設 為什麼是高鐵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因為高鐵大家知道是不能載貨的 只能載人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 有一些比較內陸的產業需要發展 那為什麼我不是去蓋鐵路 我可以運貨啊 可以去促進產業發展 那高鐵好像也促進不了什麼產業 那所以說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譬如說印尼政府一直在推動印尼的遷都 就是亞加達因為一直低於海平面 所以說會被海水淹沒 一直要推動遷都 那它同時在遷都 同時又在亞加達開始蓋大海牆 就是要擋那個水淹進來 這兩個看起來都花很多錢 但是是相互矛盾的基礎建設 那日本呢是很急著想要 把他們的新幹線賣出去 所以08年的時候這個計畫 就是貫穿整個爪哇島 剛剛的這張圖 貫穿整個走阿島 從最西端的亞加達到最東端的市水 700多公里的一個高鐵 那但是呢印尼就說沒錢啊 然後日本就說好你沒錢沒關係 我就把整個計畫縮短 就是只做亞加達到萬榮的部分 所以說先期的這些規劃想法提出 全部都是日本提出來的 那但是呢這中間有一個很快的變化 就是2015年的時候 Jokowi出訪日本跟中國 東京跟北京啦 他對日本就說我不要做了 但是到了北京 北京那個習近平就跟他說 我們有意思想做 然後Jokowi政府提出了一個條件 有這個黃色的那個東西 就是我好我要蓋 但是財政零負擔 就是我不要出錢 然後你幫我蓋 那習近平說OK 日本人聽了就啊 是喔就不蓋了 那然後習近平說沒關係我來蓋 所以說呢亞登高鐵是第一條 中國輸出的 那這裡面很重要的是 為什麼我可以蓋一條高鐵 然後政府不用出錢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在這個高鐵的沿線 從亞加達到萬隆 我剛才講說差不多到新竹 150公里吧 差不多到新竹 再過去一點到鳥栗這樣子 這中間包括了四個 新的城市的建設 四個新的城市 哈姆尼然後加拉黃 然後瓦利尼跟那個 跟德加盧爾 也就是說它要在憑空的 從現在通通都是農業的地帶裡面 要創造出四個新的都市出來 就是我在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 在台灣講大家應該很熟啦 我就建一個高鐵站嘛 然後高鐵站的周邊 我把它建設成為一個都市 然後現在通通都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我們去訪問的時候 就是訪問印尼當地的NGO的人員 然後他們在組織當地的農民 希望說有一些抗爭 然後把農業區 然後變成都市 這個東西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專流名詞 叫做交通建設導向的開發 英文簡稱叫TOD 這個名詞等一下我還會再講 它非常重要 那就是說交通運輸的那個導向的開發 TOD 它希望用TOD的模式 然後在雅加達到萬榮 短短的這個150公里之內 去建造四個新的城市 就是說那個高鐵站 高鐵站其實 其實那個周邊通通都是沒有 不是都市 是一個農村 停在農村那個地方 那 這個也就是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我可以 因為你政府不要出錢 然後我可以讓你把高鐵蓋完 主要就是因為我今天把農地 變成工商用地 然後建了新的都市之後 有非常大的土地利益 然後這個公司 就KCIC 這間公司 其實就透過土地利益 來去補償它的建設的這個經費 所以說這個是 中國整個提出來的東西 那個都是中國政府要求的嗎 它包括在整個計畫裡面 它就是整個計畫的一部分 好這個是那個洋岸高鐵的工地 不過好像他們現在的工地 工程進展也不是很順利 那個我看到有一些中國人的討論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中國 蓋高鐵都這麼順利 出國就不順利 那就是因為中國人素質好 因為外國人素質都不好 就是不會配合政府 不會想什麼 好就是這種 那我想這個地方 我得要從一個地方開始講 就是說 中國為什麼可以擊敗日本 然後去取得了 印尼的洋岸高鐵的這個東西 事實上 我先從後面過來 中國的高鐵 它是2004年的時候 國務院批准中長期鐵路計畫 定出2020年就是今年嘛 今年中國預計要新建1.2萬公里的目標 這是2004年 到了2008年的時候 目標變成1.6萬公里 然後呢 2008年的8月1號 也就是北京奧運開幕前一個禮拜 中國的第一條高鐵才建成 我剛剛看到那個 中國拿到Jokovic 拿到印尼的那個高鐵 是2015年對不對 他的第一條高鐵 在2008年8月才建好 他只隔了8年的時間 就做到高鐵的輸出 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全世界第一條高鐵是日本的新幹線 日本的新幹線是在1964年10月10號 也就是東京奧運開幕前一個禮拜通車的 所以說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中國跟日本其實採取了一個 完全一模一樣的模式 就是透過奧運 因為本來東京奧運 1964年中京奧運 本來就是日本從二次大戰 重新站起來的一個象徵 然後2008年北京奧運 是中國大國崛起的一個象徵 然後我透過這個象徵 然後在這個之前讓高鐵通車 其實它同時代表著這個國家的光榮 那有這樣子的意義在 然後08年第一條高鐵才通車 2010年的時候 習近平跟李克強 就已經在高唱高鐵外交了 我打算要把高鐵輸出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到2016年的時候 2020年的目標變成3萬公里 然後2018年底的時候 2018實際上的運輸里程已經到2.9萬 已經要達到2020年目標了 然後去年的年底達到3.5萬 已經超過2020年的目標 那現在全世界有3分之2的高鐵都在中國 那他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你可以看到3分之2的高鐵 所以說全世界高鐵的市場 中國佔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份格 所以說從2008年開始引進高鐵的時候 中國採取的一個策略就是 技術換市場 你如果是要到中國來蓋高鐵的話 你要跟中國的這個廠商合作 然後你要把技術移轉 所以說剛剛講中國鐵路 中國中鐵這些公司 就透過這個過程拿到了技術 他為什麼有這樣的條件 就是因為我市場大啊 那不然你要不要來做嘛 就是說像譬如說德國法國日本 這些廠商也不是笨蛋 說我為什麼會把技術讓給你 但是問題是因為市場誘因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說他明明知道技術會被他拿走 所以說他就照樣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中國一直不斷的 興建各種興建高鐵的原因 其實在中國也有很多討論 就是中國的高鐵呢 是瘋狂式的發展 但是中國的鐵路並沒有這個樣子 就是的確中國還有很多內陸成分 它是需要就像剛剛我們談到的印尼的問題 也是需要譬如說載貨的運輸 但是你蓋一個根本沒有辦法運貨的高鐵 而且呢現在中國很多的高鐵是 我鐵路蓋好了 上面沒有車子可以開 因為我只要一開就虧 一開就虧 根本沒有人做 但是問題他還是要改 所以說我剛剛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模式 就是我今天一個高鐵過 然後呢我在周邊開始興建城市 開始去開發 去做土地的開發 那麼高鐵本身賺不賺錢 然後上面的車子到底有沒有在開 或者是高鐵到目的 這個運輸的目的是什麼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借著這個鐵路沿線的土地開發 來去創造出利益出來 就是我把原來不值錢的土地變成值錢 這個是它的一個很重要的運作模式 那除了高鐵之外 先來看看這張圖 你們看得到有一條藍線嗎 是垂直的藍線 那個藍線是2008年 就是說呢 這個是中國的城市軌道建設 所謂城市軌道建設就是我們講的捷運 或者是輕軌 那它在2008年之後 呈現一個爆炸式的發展 這個地方的統計是2008年年底 中國所有的城市的鐵軌 城市內的軌道才855公里 但是到2017年只有9年的時間 變成4594公里 整個9年增加了5.3倍 如果說大家來看台灣的什麼台北啊高雄啊 這些捷運建設你就會覺得 這個速度真的是驚人的 就是它 如果蓋捷運要花很多很多時間嘛 那一下子就 就突然間這種爆炸式的成長 這裡面有一個 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對不起我跳來跳去 因為我要抓速度 所以我沒有辦法順著這個脈絡來講 最主要一個原因是中國的產能過剩的問題 就發現到是這個問題 2010年的時候中國的GDP超越了日本 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那但是呢 它一直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消費 遠遠的追不上它的投資 就是在GDP分額裡面 那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一直 我的生產一直生產出來的東西 但是生產出來的東西沒有人買 這個就叫做產能過剩的危機 所以中國一直陷入到產能過剩的危機裡面 尤其是2008年 2008年一個對中國很大的衝擊 因為2008年是全球金融海嘯 但是因為中國的金融 它的自由化跟國際化的程度沒有很高 所以說它自己本身沒有像 美國發生的那種銀行 開始倒閉這種 這種東西 但是它的問題在 有點像現在COVID-19的問題 就是我生產東西出東西賣不出去 別人不買 變成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2008年的時候 2008年的時候 那個那時候總理是溫家寶 提出了一個4萬億計畫 對不起對不起 這樣大家會眼睛花嗎 2008年溫家寶提出4萬億計畫 那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要增加貨幣發行 然後寬鬆融資 然後能夠發行國債跟地方債 然後一籃子的計畫希望說 刺激經濟 那這個4萬億計畫 也就是要推動基礎建設 非常重要就是要推動基礎建設 那推動基礎建設很大的一個目的 在處理產能過剩的問題 產能過剩 中國的產能過剩 其實最嚴重的兩個行業 其實就是鋼鐵業跟水泥業 你可以看到 那個到了2015年 中國的鋼 出鋼產量是8億噸 佔全球的50% 然後它產能力用力越來越低 它就不得不去淘汰那些過剩的產能 就要把鋼鐵廠關掉 但是我把鋼鐵廠關掉的話 就會產生嚴重的失業問題 就會產生嚴重失業問題 那這兩者之間它沒有辦法拿捏 然後另外水泥業也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中國它的4萬億計畫 一方面是為了要因應這個 兼容海峽的衝擊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它得要去處理它的產能過剩 然後產能過剩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就是它的鋼鐵業跟水泥業 那既然我有太多的鋼鐵跟水泥 我就拿來幹嘛 我就拿來蓋軌道嘛 所以說它就開始投入到高鐵的建設 跟城市軌道的建設裡面去 那4萬億計畫基本上都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也產生一些 很有趣的文化現象 因為碰到一些大陸朋友 包括說大家看到網路上的文章 那個時候還有比較多的大陸朋友 來台灣觀光的時候都會講說 這個台北市看起來怎麼好像 只是我們大陸的三四線城市這樣 又破又舊啊怎麼樣啊 那如果說你各位真的到中國的 三四線以上城市去看一下 真的每一座都是非常崭新的 然後道路都非常的寬闊 然後捷運系統什麼東西都規劃的 的清清楚楚的啊 然後就會覺得說 它突然間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然後造成了一個 每一個都市通通都是崭新的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也創造出 一個很有趣的意識形態 那個強國的意識形態開始出來了 然後或者說不要講強國啦 就是我們今天是在一個盛世底下 我記得我去年去那個 剛好是十一的時候 十月長假的時候到那個大陸 廈門走一趟 我就發現說其實 所有的宣傳通通在講這個盛世的感覺 就是我進入到廈門市 就看到一個崭新的都市 然後崭新的公共建設 新的捷運 然後那個所有的美人們壞的房子 然後包括說連古蹟都搞得煥然一新 所以說為什麼會到台灣來看 因為台北市又破又舊 又老又窮對不對 我會有這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種 這種東西其實一定程度上面 創造了人民的一種幸福感 它是不是真的幸福我不知道 它的薪水可能很低 然後它可能每天過得很痛苦 但是問題它一走出來 就看到一個光線亮麗的都市 所以它包圍在一個幸福的氣氛裡面 然後呢 這個幸福的氣氛 是屬於這個強大的國家的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2008年 那個4萬億的規劃 然後把它丟到公共建設上 大量的交通跟成像建設 是一個很巧妙的 發揮了非常非常多的作用 那當然這個中國夢 也就是說 它隨著中國的一帶一路開始輸出了 譬如說印尼對Jokowi政府來說 我其實我需要這個中國夢 來去填充我這些對印尼的想像 那這個是我們在一帶一路的過程裡面看的東西 然後呢 再來的話 我就稍微講一下 我在皇家看到的敵人 就是鐵道局 那鐵道局 其實很多人都習慣叫它鐵工局 但是呢 鐵道局其實是兩個單位合併的 在2018年合併的 就是鐵工局跟高鐵局 鐵工局跟高鐵局這兩個單位合併的 鐵工局早期就是做台北的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 然後呢 高鐵局本來是在蓋高鐵嘛 後來高鐵BOT了 BOT就變成一個監督單位 但是呢 它因為京省的關係 所以說它把省駐都局手下 所負責的省霞市的捷運的規劃 全部都拿過來 那也就是說 它這兩個單位合起來的 所以說 那個2018年的時候 通過鐵道局的組織法 我看到那個 它裡面第一條的規定就是 它的是辦理鐵路大眾捷運 或其他鐵道運輸工程的建設 跟監督管理相關業務 所以說只要是蓋鐵路都跟它有關 要不然就是它自己蓋 要不然它發爆 要不然它建督 要不然它規劃 總而言之 所有的軌道建設都跟它有關 這個是法律裡面的規定 同一年喔 2018年這個同一年 我們知道前瞻基礎建設預算 前瞻基礎建設預算開始執行 在8年8800億嘛 對不對 8年8800億裡面的鐵道預算 就佔了4200億 也就是說 軌道建設的預算佔了8年8800億的一半 然後鐵道局有四大願景 這四大願景都非常重要 第一個軌道建設的規模化跟永續經營 大家知道我今天要蓋鐵路 如果說我在台灣蓋 我再怎麼蓋的話 蓋滿了沒有需要鐵路了 我就不會再蓋啦 那我怎麼永續經營 因為它就是一個蓋鐵路的單位嘛 它不是營運鐵路的單位 營運鐵路可以永續經營 因為營運鐵路叫鐵路局嘛 所以鐵路局跟鐵道局 其實大家很多人都分不清楚 尤其是 最近有外國記者啦 寫英文報導的外國記者去訪問皇家 我都不知道怎麼翻你知道吧 鐵道局跟鐵路局明明就同一個意思啊 那 那那個 我要怎麼永續經營 因為我是蓋新鐵路的 我只要蓋滿了 台灣蓋滿了 那我已經有環島一圈了嘛 那我再蓋一圈嘛 那不然後我要怎麼永續經營 怎麼這樣繼續經營下去 那我要怎麼樣規模化 然後再來就是國產化 然後再來更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TOD 也就是說呢 我在蓋鐵路的過程裡面 我藉著新的戰場的開發 來去進行土地開發 這個是鐵道局 這不是我寫的 這是鐵道局自己寫的四大願景 四大願景 也就是說呢 今天鐵道局所扮演的工作 是要把鐵道建設給產業化 簡單說是這樣 就是鐵道建設給產業化 而且這個產業不是做完了鐵路就沒有了 像譬如說 它當年叫做台北鐵路地下化工程局 鐵路地下化已經做好了 做好它就應該解散了嘛 結果也沒有啊 那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它今天這個工程 除了做鐵路之外 也包括鐵路沿線的土地開發 這個整個合起來叫做它的一個產業 什麼叫國產化 國產化就是台灣有一些技術是台灣不會做的 還是要移轉過來 對啊 就是希望說能夠完全的 完全的能夠由台灣自己來生產 前面那個跨域整合是什麼 跨域整合 第一次點戰場開發 跨域整合 因為我現在土地開發跟鐵道建設是兩件事情嘛 所以說我跨越了不同的領域 而且我要開發新的土地 就限制到各種各樣不同的技術專業 所以說我就要跨越我的領域 去做整合所有的工作 然後呢 這個也是已經有 好 那個2017年 其實前戰技術已經2017年就提出來了 裡面一半是軌道建設 但是呢 事實上現在已經要提第三期了對不對 那個前戰已經要提第三期了 事實上它前面的那個東西就是 第一期提出來變成四年四千兩百億 然後裡面的軌道建設只有170億 但是事實上 它的總預算還是這麼多 那也就是說呢 那個剛剛講八年八千八百億 的前四年其實軌道預算執行的不多 因為其實都在先期規劃階段 所以你可以看到剩下來的錢 大概都會在 因為從2018、2018、19、2021 都從2022到2023、24、25 可能會有非常大規模的軌道建設 會整個開始鋪天蓋地 從台灣從南到北開始搞起來 那這些建設就是 像這個 這個都是目前進行中的 已經通過的 已經在進行中的 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的各種各樣的軌道建設 當然有一些東西可能是有正當性的 譬如說我這邊沒有特別用黃色標出來的 高鐵台鐵連結城網 然後台鐵升級 東部服務改善 這個當然沒有什麼爭議 但是其實跟我花不了多少錢 最重要的是我標出這兩個 就是鐵路立體化 跟都市要推捷運 那剛剛我們從鐵道局的任務 就已經看到了 鐵道局其實包括了所有的軌道建設 所以說鐵路立體化這件事情 我就開始在每一個都市一直做 像譬如說台南現在完成了地下化 就開始有人在喊 你應該要 地下化要延伸到永康 然後呢 我這個高架化 我可以一直延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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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到那個西銀 等於說 你乾脆把整個台灣的鐵路通通都蓋成立體的就好了 我剛剛講說 我們蓋鐵路 好像鐵路蓋滿了就沒了 我們好像也就是這一條環島鐵路也就好了 不需要第二條啊 但是問題是說 我今天可以做的就是讓各地去把它的鐵路 要不然就是高架化 要不然就是把它做到地下 那高架跟地下同時間我就開始去推動 所謂的TOD 就是沿線的這個土地炒作 這件事情其實 對台鐵來說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花了這麼多錢 我把鐵路地下化 或把高架化 對台鐵的營運會有任何幫助嗎 其實沒有嘛 也沒有嘛 就是大家一直講台鐵虧損啊 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我今天拚命把錢砸在這種地方 對於台鐵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作用的 就是它了不起就是 就是還是賣一樣的票啊 人也沒變多啊 做火車的也沒變多 那基本上的前瞻建設 其實非常大規模的錢 都會花在鐵路立體化跟 跟都市退捷運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說齁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皇家實際上面的抗爭裡面 我發現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鐵道局這個單位 是一個國家機關對不對 但是呢 它幾乎是我碰過最不官僚的一群官僚 最不官僚聽起來好像是稱讚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一般講官僚就是 依法行政啊 然後科層化啊 然後那個 遇到事情就怕嘛 但是呢 鐵道局這些人真的不怕耶 因為大家如果說 從報導裡面可以看到 鐵道局的人跟工人 跟那個學生之間發生衝突嘛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鐵道局的那個 段長 他站出來說 我今天要拆皇家的樓梯 因為皇家訴求保留樓梯 一般來說我拆除工程 沒有在先拆樓梯的啦 因為我工人要上下 我還要靠那個樓梯上下嘛 哪有說我先拆房子 先把樓梯拆掉 對自己都很麻煩有沒有 結果他第一步就拆樓梯 然後學生再跟他抗爭 然後他就站出來說 我沒有工作 我要把你樓梯拆掉 我沒有看過這麼勇於認識的公務員 說真的啊 他是用生命 那個學生用生命來保護樓梯 他用生命來拆你的樓梯啊 那你就會感覺到說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另外我剛剛講說 依法行政有沒有 我發現鐵道局從來不講法 從來不講法 從來不講法 就是說他在皇家那邊 他把整個皇家 因為皇家只有一半 只有一半的空間被拆嘛 一半的空間還是皇家嘛 結果他在 他在今年10月13號那次強賽 他把整個皇家接管 那前面的部分沒有被徵收 你怎麼可以接管他呢 然後他就說 這個是行政程序法36條 然後我 因為他們是抗爭者 我是記者 我站在他鐵道局旁邊 我就直接問那個鐵道局的副處長 我就說 你要不要查一下行政程序法36條 能夠用在這邊嗎 後來其實他也沒有去 他真的跑到旁邊去 你開始滑手機來看 然後後來第二天他們就改公告了 改公告說 我現在是依據刑法306條 刑法306條是侵入他人住宅的 我就說 依據刑法306條 到底是誰侵入誰住宅啊 就是他們完全不講法律 然後後來呢 那個當學生 就李榮鈺他們在問他們說 到底你依據什麼法律 把我加給接管下來 他們就完全不回答了 我沒有借過這種完全不講法的官僚 然後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 大家知道 那個 那個 這個月嘛 這個月嘛 那個王國財有去皇家嗎 王國財是交通部次長 而且他曾經帶過交通部部長 那然後呢 王國財是交通幫的大佬 然後呢 當天陪同他的鐵道局 是鐵道局的中部工程處 就是在台南施工的都是中部工程處 那中部工程處的處長黃鳳剛 這兩個人 那個地位 就黃鳳剛大概做一輩子 最 能夠做最好也只能做到市長啦 就公務員的頂峰了啦 然後呢 照理來說這兩個人應該是差距很大的 但是我 我真的有一個感覺就是 黃鳳剛在王國財面前 用四個字形容 不卑不抗 就是我覺得這些東西 通通保留沒有可能 所以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完全老實不客氣 然後 反而是王國財一直在順著他的話講 而且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 因為剛剛介紹過鐵道局的出身背景嘛 他有龐大的預算 他有非常偉大的任務 在那個地方 其實 其實這對交通部來說 已經是一個偉大不掉的單位了 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而且他又是一個全新的單位 就是 他很有趣啦 就是我們能夠說他是國營事業嗎 他現在又不是國營事業 那 他跟台鐵局一樣 現在還是一個機關 但是他其實表現出一個很強大的主體性出來 好 那 那這個東西是有趣的 那就 這當然會牽連到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在中國 在中國一帶一路上面 也看到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中國的這個一帶一路的輸出 包括說他自己國內的基礎建設 到整個的輸出 特別是在千幾年之後 的這個發展 他跟我們所熟悉的 過去 過去我們很習慣去批判 華盛頓共識就是所謂的 新自由主義 在全世界推動 在全世界推動那個公營事業私有化 但是呢 中國他很成功的完成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不把公營事業私有化 但是呢 我讓他市場化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中國這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嘛 我舉一個例子其實就知道 我剛剛講說 中國在炒作土地有沒有 可是中國土地法規定 中國土地的所有權 只有兩種方式 一個叫做國有制 一個叫集體所有制 集體所有制 就是大概主要在農村裡面 再來的話 所有土地都是 所有權都是國家的 這個樣子還可以炒作土地 因為他就透過那個 那個 不動產物權化 來去做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說 他在維持共產 共產主義制度 維持 土地國有的情況底下 還是可以創造出土地市場來 同樣的 就是他在維持了 這些生產事業 通通都是在國有的情況底下 但是呢 他可以進入到市場裡面去 發展出 他的一個特有的市場經濟出來 那這個經驗 其實跟我們過去的 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的確是不一樣的 我只能說是不一樣 誰好誰壞 我們先不這麼快定論 但是它是不一樣的 那然後這個 以國營事業為主體的發展 我覺得它 是不是只存在在中國 其實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中國的發展其實 大概反駁了 新自由主義的一個 一個意識形態 因為新自由主義是講說 國營事業沒有效率 所以說應該要私有化 讓私人來經營才會有效率 但是剛剛 我的歷史你可以看到 中國在短短的十年之間 從一個高鐵的進口國 變成一個高鐵的出口國 然後創造出這麼龐大的一個 高鐵產業出來 你能說它沒有效率嗎 就是徹底的等於說是 反駁了這種 新自由主義的一個迷思 它產生了一個很有效率的 然後國家主導的 也公營事業為主體的市場經濟 這個是中國資本主義的一個現象 但是這個現象呢 我其實慢慢發現到 它不只存在在中國 而存在在非常多的 新興資本主義國家 這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大概就是 我今天一定程度上面 它或許從 譬如說台灣跟中國大概都一樣 都是走這個加工代工的過程 慢慢去有了一些累積 然後達到了一定的經濟發展 然後呢 我現在該該該該該要怎麼去看 怎麼樣去走下一步 因為我們以前 包括說我大概五六年前 大概對中國的中國經濟的看法 跟對台灣 有一點是從台灣的角度來看中國 就覺得說 中國也是在接人家的那個加工代工 像譬如說富士康啊 什麼什麼什麼這些東西啊 那這些東西假如說你的這個 工資水準一直上升的話 你就會跑掉了嘛 那事實上大家前幾年也看到 深圳的逃亡潮有沒有 那個資本一直逃 一直逃出去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很多 什麼中國崩潰的論 就開始出現了 就覺得中國要完蛋了 那但是呢 我覺得中國一條不一樣的路就是 它其實根本不是靠這個東西在活的 就是後面的這套東西 就是我們從一帶一路身上 看到中國經濟發展 其實非常重要的地方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說這個是一種 新的掠奪式經濟 它其實也非常的可怕 那這種現象在台灣有沒有發生 這個是我一點點觀察 就是台灣的所謂的公營事業私有化 也就是這個新自由主義的 大型期到的時間 大概在李登輝的任期的晚期 到陳水扁的第一任 跟第二任的初期 就差不多在2005年 中華電信完成民營化之後 就沒有什麼民營化的動作 就是基本上 國家也開始不去拋售公營事業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 已經所謂民營化 已經跨過民營化門檻的這些公營事業 事實上國家不斷的把手伸進去 並沒有像我們之前在討論 反民營化論述的時候 覺得說這個會被財團 譬如說什麼富邦啊 國泰啊 這種大財團 其實講起來 富邦、國泰這種財團 從來不經營實業的 所以它對這種 這種東西不會有興趣的 它都是在搞金融的 那也就是說 它有可能被本土財團 或者是國外財團進來吃掉 但是後來發現這種現象都沒有發生 基本上呢 國家還是牢牢的抓住這些 已經越過民營化門檻的 譬如說中端公司 譬如說中傳公司 那個台傳公司啊 不是中傳 因為中傳跟台傳合併了 叫做台傳 就台傳公司 那也就是說呢 國家基本上還緊緊的抓著 其實鐵道局雖然說是一個機關 但是其實它也呈現出這樣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還是有國營事業的特色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 那個蔡政府最重要一直在宣傳 在推動的就是離岸風電嘛 那離岸風電其實有一些關鍵詞 跟這個一樣喔 譬如說我之前 之前這個我用等夠的方式 然後到後面叫競標 它最終於等夠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要國產化 就是說你在台灣做離岸風電 那同時間你要讓台灣的廠商進來 然後能夠承接 不一定能夠整套都接 但是起碼我越多越好嘛 這個部分其實能源局也沒講得很清楚 就是國產化到底有什麼樣的門檻 有什麼樣子的內容 其實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呢 台灣其實就有兩大團隊 一個就是中鋼團隊 一個是台船團隊 組了兩支國家隊 要去做現在的離岸風電 等於說我今天要從這個地方把技術拿過來 等到有一天譬如說 你今天德國的廠商 你要去馬來西亞 要去印尼再去做離岸風電的時候 你可以把我整個帶過去 整個團隊帶過去 也就是說呢 這個能源局其實也講得很白啦 因為台灣的離岸風電 現在進入到區塊開發 開始變得非常非常龐大 就是增加速度非常快 但是呢 台灣海峽的面積也還是有限的吧 你把離岸風電都插滿了 之後你總要繼續發展吧 不然我搞出這個團隊出來要幹嘛 所以說呢 他從內需走向外銷是必然的 然後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發展的方向 基本上是由國家主導 然後由國家資本 然後從內需進入到外銷 這樣子一個發展方向 我看到的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說 我剛剛說 我們從一帶一路裡面看到了一些 這個樣子的發展 然後重新拉回來 因為本來看到都是中國 但是後來發現 台灣好像也有一點點這樣子的東西 當然我們可能都還在習慣說 反眉音化啊 那個十幾年以前的論述 但是我們今天可能需要有一些重新的看法 我沒有很明確的結論 或者是說 台灣今天這個東西是不是學中國 我也沒有辦法這麼快下結論 但是我看到了他有一些公通性在這邊 然後再來的話 我就講這一段 就是因為最近大概有一些爭議 大家如果說有注意到 徐世榮老師跟華景群在 臉書上面有一些隔空交戰 但是呢 我想稍微談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講下來 有一些關鍵詞是征收嘛 那當然像徐世榮老師 都很喜歡從那個 財產權的保障 人權保障這些事情來看 但是從我剛剛講的脈絡裡面 其實我不太這樣子切這個問題 那最近 超爾征收這本書呢 是徐老師花了很多功夫下去 把它給翻譯出來 然後這本書很有趣 這個作者叫羅伯·庫斯曼 這本書的出版 英文版的出版是1917年 所以說徐世榮會說 這是一本賣了100年的 才出版的書叫超額徵收 超額徵收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超過公共建設所需的土地 我徵收超過公共建設所需 那個英文叫做 public use 就是公共建設所需 是美國憲法裡面規定的 超過公共建設所需的土地 那那本書在講 譬如說 最簡單的超額徵收 就是殘餘地徵收 譬如說像那個 剛剛看到春香家有沒有 後面被拆掉了 那你前面這塊地 不是鐵道所需要的 那我要不要徵收 要不要徵收 因為如果這塊地 你留了沒用的話 那我要幹嘛 所以說它其實是 被徵收者如果說主動申請的話 也可以徵收進去 這個叫做合併徵收 那這個就是超額徵收了 那另外呢 在那本書裡面 大概談到三種類型 一個是保護公共建設 譬如說我今天 這個公共建設 蓋了一棟市政大樓在這邊 我旁邊要一棟花園嘛 類似這樣子 或者是說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學生非常批判的就是 我要透過這個徵收 來去獲得更多的利益 或者是賺錢 那我覺得它這個時間是1917年 1917年有政治跟憲法學者在討論 這種超額徵收是不是違憲的問題 表示美國已經有嚴重的超額徵收現象 才會在那個時候發生嘛 那我這邊大概回溯一下 跟我剛剛講的中國 我還是看到一個類似的現象 就是美國事實上 大概在1900年到1910年 年代開始出現大量的 公共建設的略地的現象 其實在這個時候發生 而且這個發生的背景 跟我剛剛談到的 中國的這個產能過剩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現象 大家知道 二次工業革命大概在1870年左右 二次工業革命的兩個重要象徵 一個是電力的應用 第二個東西就是內燃機 那內燃機呢 直接產生的產品就是 汽車 那然後 然後美國呢 也像現在的中國一樣 在上個世紀初 然後上個世紀初 在上個世紀初 快速的在1895年 超越英國GDP成為全世界第一 有點像今天的中國嘛 有點像今天的中國 中國GDP世界第二啊 而且可能未來在不會很多年的之後 就會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 那那個時候 美國超過那個傳統工業大國 英國變成世界第一 然後到1929年就是那個 那個經濟大國王前夕 美國的工業產值達到全球 百分之42 遠超過那個 英法德的總和 就是美國是一個快速起來的 然後這個 汽車這個工業其實 其實發展得非常快 1908年的時候 那個T型車推出 就是福特汽車推出T型車 然後開始大量生產 到了1913年才建立第一條產線 1916年就超過100萬輛 1920年超過200萬輛 然後到了一戰前 就1918年的時候 美國的汽車已經佔全球 百分之90的產量 那種非常快速擴張 新的技術出現 然後新的產品出現 然後快速擴張 當然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產能過剩 所以說呢 在1929年的時候 美國汽車達到500萬輛 同時間 汽車變成美國夢的代名詞 就跟現在高鐵 美麗的城市 然後偉大的公共建設 是中國夢一樣 美國開始有汽車這個美國夢 那如果你蓋汽車 你有那麼多汽車出來 我要怎麼消化這些汽車 那必須要有道路嘛 所以說其實相對應的時間 就是1924年 這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Robert Moss 摩斯他出任長島國家公園委員會主席 就是由紐約州州長任命的 然後賦予他非常大的權力 開始在紐約做進行各種各樣的規劃 這個我會講快一點 然後在經濟大恐慌 1929年發生經濟大恐慌的前夕 全美國65億的中短期貸款裡面 光是汽車貸款就佔了14億 然後呢 經濟大恐慌造成美國汽車工業 非常大的打擊 就是剛剛講說1929年是550萬輛 然後到了1932年的時候 整個汽車產量暴跌到150萬輛 所以說對美國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就是經濟大恐慌造成的空氣 那大家知道 經濟大恐慌就需要有偉人來解救 就是羅斯福 羅斯福新政 那羅斯福新政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的方法 第二點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成立了公共事業真心署 它要幹什麼 我要大量的興建公園橋樑會學校 來去創造就業機會 也就是說 我今天在經濟大恐慌裡面 產生了非常多的事業 所以說我開始用大量的公共建設投入 所以剛剛談到說 當美國在汽車產能過剩的時候 我就透過城市跟交通的建設 來去吸收 然後去改變美國人的生活 然後呢 等到事情危機發生了之後 我解決問題的辦法還是一樣 我還是透過城市的建設 然後去建設更多的馬路 然後來去創造工作機會 所以羅斯福新政的結果 其實也是一樣 那麼這個樣子就使得摩斯 他是從戰前就掌握了紐約州 包括紐約市 他整個公共建設的絕對權利 然後從1931到1974年之間 這邊統計說 在紐約造了七座大橋 15條高速公路 16條大路 2萬億米的綠地和658個遊樂園 還有林肯中心聯合國總部 跟三個大學 他在這一段時間 就是他掌握權利的四十幾年的時間 等於說是把紐約 弄了一個翻天覆地 那 在這種情況底下 這個偉大的建設 總共造成了50萬的黑人 西班牙裔跟窮人被驅逐 然後這種現象就非常有趣 就是也許大家其實不陌生啦 就是在美國的大都市就變成 中間通通都是貧民窟 然後呢 那個有一點點錢的人 就開始往郊區移動 因為反正你蓋了公路嘛 然後我有汽車嘛 我就開始 開始不斷地擴張 都市開始不斷地擴張 這個叫做都市擴炎 就產生都市擴炎的現象 就是市中心其實都是窮人在住的 而且這些窮人都是 我本來是住在這邊 但是因為你的建設 所以可以搞到無家可歸 我只好一個一個一個貧民窟開始出來 而這些人也沒有地方去 然後反正你都是用高速公路嘛 高價嘛 我車子就直接開過去 我也不會看到這些貧民窟 美國開始在出現這樣子的現象 這個就是摩斯啊 這個偉大的 到今天都還是有人認為 他是一個偉大的都市設計車 他影響了整個美國 從戰前 一次戰前 二次戰 一二戰中間 到二次戰後 一直到1970年代 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 那麼這麼一個偉大的人物呢 其實碰到 踢到鐵板的地方 就是在格林維茲村 就是紐約的格林維茲村 二戰之後 其實他碰到這些人 1950年代到60年代 剛剛好是美國整個 反派文化開始出來的年代 然後格林維茲村 絕對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 然後那個地方 他的 基本上他文化資本也很高啦 譬如說Bobby Dillon 或者是 Annie Walker 都是那個地方的居民 所以那個地方 就產生了非常強烈的抗爭 然後包括說 格林維茲村有一本雜誌 這個是我們所有搞獨立媒體的 精神象徵 就是春生雜誌 那等於說是 1950年代 60年代到70年代 各種不同年代的反派文化 都是透過像 這是春生第一期 春生雜誌 我記得我以前在 歷報的時候 我們社長陳陸欣 每天一直在 在跟黃春仙講說 要把那個破報 弄成像春生一樣 但是他有那個文化的土壤 其實你要怎麼樣產生很困難 那在格林維茲村 好這個可以調過去 在格林維茲村 我們剛剛講說 他的文化的資本很大 就是有很多這麼厲害的人 那所以說 跟摩斯的那個推土機 就產生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抗 但是真正把這種另一文化 然後跟這種 對都市思考的一個反抗力量 推轉出去的是這個人 叫做曾雅各 曾雅各 好像我們聽到那個名字叫曾 叫雅各 好像都是很文雅的人 但其實他就是一個普通的歐巴桑而已 那我都開玩笑說 跟黃春仙一樣 就是一個本來什麼都不懂的歐巴桑 只是他家要被查理 然後覺得很不爽 我就出來了 然後因為 但是因為問題是 格林維茲村 因為他的文化含量很高 所以他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透過自學 然後寫出一本那個 驚天害地的書 就是重新提出了對於 就是 對於美國都市的想像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 等於說是一個社區歐巴桑 因為社區歐巴桑不是我講 是摩斯講的 摩斯就很不爽 就是你們這些什麼都不懂的歐巴桑 我想在對抗過 我是多麼偉大的一個都市設計者 那 那 等於說是曾雅各 除了從格林維茲村的抗爭 然後慢慢的把各種各樣的抗爭 跟 對於都市的想像 建構起來了 然後形成了一種對於 美國對於都市更新的一種挑戰 這個是一直到1960年代 我剛剛說摩斯取得權利是1920年代 然後一直到1960年代他才踢到鐵板 這個就是 就是 就是那個曾雅各 他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 城市是由下而上的充滿著各種各樣的多元性 然後對所有的居民和環境是友善 這個是曾雅各提出來 這是1960年 所以我這個標題就是百年鬥爭 這個 因為 我都會跟一些在做都市 在做居宿權運動抗爭的人朋友講 台灣其實最近一波 假如說從士林王家或者是大埔 算起到現在也不過十幾年 美國是打一百多年 這真的是百年鬥爭 所以說 現在還沒有鬥出什麼東西也還好啦 那一直到現在呢 我現在要講TOD了 剛剛我們一直講TOD的壞話有沒有 TOD幾乎變成一個土地掠奪的代名詞 但是呢 TOD是怎麼出來的 它其實完完全全是在我剛剛講的這個脈絡底下 產生出來的東西 它是1990年代的時候 美國的一個城市規劃是叫做 叫做卡爾索普提出來的 那卡爾索普所代表的是一個很重要的都市 設計的流派叫做新都市主義 他提出TOD 那TOD的這個東西最主要的 強調的幾個東西 我從這個脈絡底下下來 就是那個卡爾索普提出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今天要用軌道建設 比如說捷運 來去連通假地到椅地之間的交通 然後呢 假地跟椅地 這兩個地方呢 都是可以透過步行的方式 來去完成我所有的活動的 那也就是說 我每一個街區它都具有完整的生活機能 那我在 譬如說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 在我的辦公室跟我的家的街區 它都是具有完整的生活機能的 然後這兩個街區之間 我是透過地下鐵來連結 這樣的話就是一種低碳的那個城市 就是一種環境環保的一個方式 用這種方式來對抗我剛剛談的 大概從美國1910、20年代一直發展下來 隨著汽車工業發展 而產生了都市蔓延現象 所以說 卡爾索普提出來的TOD 是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它等於說是這個百年抗爭的一個繼承者 然後呢 剛剛講說曾雅各可能是一個社區火巴桑 但是卡爾索普是一個專業者 所以他提出了這樣的東西 好 如果你從這個脈絡來理解TOD的話 它最少有三個核心命題 這是我提出來的 第一個是反對城市蔓延 今天如果說你今天要用TOD 來做的話 它不可能是城市的擴張嘛 我本來TOD 就是要反對城市蔓延的對不對 那我怎麼可能 譬如說我剛剛講印尼亞灣高鐵 平白屋造出四個都市來 這個東西就是都市蔓延嘛 好 我一定是反對都市蔓延的 然後第二個呢 是要維持城市的多樣性 我不可能是蓋出一個城市 整片看過去 我每次去台中那個七七重畫區 我都覺得好可怕 因為可能會有人覺得說 那邊建築很漂亮什麼什麼的 我都覺得那種建築就表示那地方黑道很多啦 當然是那種感覺啦 就是說 整個城市看起來就是一片 那這種多樣性呢 它會牽涉到幾個問題 就是除了建築 看起來都是一片嶄新的建築 然後它沒有一個多元的面貌之外 它這裡面還產生一個非常嚴重的 就是經濟上的泰選嘛 因為我炒作土地 我就把這個地方房價給拉高了 那我能夠住到裡面的人 它基本上就有一個房價的門檻在那個地方了 所以說 在經濟上的多元性也消失了 所以說 如果說我造出來的新城市是長這個樣子的話 那它就不會是TOD模式 它就不是TOD 第三個叫做反破錢 如果說我為了要去推動這個交通導向的發展 然後最後結果是把大量居民趕敵它的家園的話 這個也不會是TOD要的東西 因為它剛剛好就是我講的這個百年傳統的反對面 的對立面嘛 那我這邊用一個 就是聯合國叫做交通級發展政策研究所 它有一本書叫做 它有一本冊子叫做大眾運輸導向型發展的TOD的標準 這個是聯合國發行的 其實我覺得這本書其實還蠻保守的 它不會像我剛剛那樣講這個不是TOD 然後聽說我前陣子才跟一個都市計畫系學生聊天 他說這是他們的教科書 這是他們的教科書 就是說 他今天就提出了幾個TOD的頻段標準出來 那我大概簡單的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我今天TOD發展出的新程區 在這個新程區裡面可支付住房 可支付住房它的定義是 低於這個地區的租金的30%的住房 它的平均租金低於它的平均租金30%的住房 那如果說有50%的房子的那個住房都低於的話是8分最高分 那如果說 如果說10%以下的話只有1分 小於1%的話就沒有分數 它是用很多個量表 然後每個量表都有些分數來去算這個TOD到底做得好不好 是這個樣子 然後譬如說這個是住房保留 住房保留它的標準是什麼 我今天住在這個地方 好你把我的房子拆掉了 那麼我要在別的地方去得到一個 跟我房子不能更小 然後不能更不安全 然後要一樣使用空間 要一樣的使用機能的房子 那這棟房子距離我原來的房子多遠 如果是它的滿分是3分 如果是250公尺之內是3分 如果是500公尺之內是2分 超過500公尺沒分了 好就是說我今天的這個發展不能是 就是說如果你非拆我的房子不可 我要另外去找一個替代的房子的話 這個替代的房子絕對不能超過500公尺 最好是在250公尺之內 好這個是住房保留 再來的話就是你今天這個 新建出來的這個新程區 它跟舊程區的邊界數量 什麼叫邊界數量 就是我這個新程區是緊貼的這個舊程區的 緊貼的 那如果說我有四邊都緊貼的 有四邊緊貼大概就是它在舊程區中間 四邊緊貼的話是8分 三邊是6分 兩邊是4分 一邊是2分 如果它沒有任何一邊 跟舊程區緊貼的話叫什麼 0分 也就是說我今天就是要反對都市蔓延嘛 對不對跟你講說TOD就是要反對都市蔓延嘛 你怎麼可能去在舊程區外面 一公里拉一個新的都市出來 那我要問鐵道局 因為鐵道局在全台灣所有的高鐵站 通通都在搞高鐵站特定區 然後每一個高鐵站 除了台北站之外 板橋站 除了台北跟板橋站之外 其他的高鐵站 每一個高鐵站距離舊程區有多遠 然後他們把這個通通通就叫做TOD 然後呢就是在可開發用地中以開發的比例 就是說 簡而言之就是說 我的整個TOD的開發 它不可能是憑空的創造 但是我們現在在整個亞洲 我剛剛講的印尼、台灣、中國 你看到的情況很多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平白無故創造出一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剛剛講說這本書是都市計畫系的教科書了 教科書都已經在這樣談了 但是問題是 都市計畫系叫出來的人卻不是這樣想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說我們就用這個東西來看嘛 這東西叫做南鐵照顧宅 南鐵照顧宅 他其實他未在的區域叫做台南市的南台南站復都心計畫 因為是南台南站復都心計畫 所以這整個計畫被稱為TOD計畫 因為我今天在台南的南邊要建立一個新的站 建立一個新的站 然後我就要開發周邊的土地 那這個計畫裡面綠色的區域是台塘土地 所以你看95%以上是台塘土地嘛 那然後呢 南鐵照顧宅就位在什麼地方 位在下面有一塊黃色的地方 上面一點點 上面一點點 那也就是說呢 它的周圍全部都是台塘地 然後台塘地長什麼樣子呢 就這樣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到前面這個照顧宅嘛 對不對 那我跑遠一點拍是這個樣子 它的周邊整個是這個樣子的情況 就是它所謂的 我今天在透過區段徵收 也就是把這個100多公頃的台塘地整合給拿來 然後未來呢 我要開發成商業區 然後這個住宅區 然後文教區 然後本來它是想找成功大學到那邊去設分部 現在好像成功大學沒有要去 是台南大學要去 所以有大學文教區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台南現在最夯的巴克理工園 要沿設那邊去 那總而言之呢 那就是我要透過這個新的戰體的建設來去炒作這塊土地 這個真的是留著難以密之地啦 接著台南市的東區 這是在台南市東區喔 那個我記得前幾年陳志曉一直在罵說 趙富宅在偏鄉 我說你把台南市東區稱之為偏鄉有沒有有點太過分了 那雖然是在台南市東區 但是問題它的周邊就是長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我今天是平白五步 平空創造出來一個東西 然後這棟 這個建案叫做合族徵邦 合族徵邦 是台南的富力建設 據說是賴清德的大金主啦 那個富力建設蓋的 那它的營運模式是這樣 剛剛不是講區段徵收嗎 就是說市政府把台塘地徵收過來 然後每一坪用九萬一賣給富力建設 據說那個地方的間地一坪應該是二十萬 市價是二十萬 它只用九萬一 每坪九萬一賣給富力建設 然後富力建設蓋了合族徵邦這兩棟房子之後呢 它用成本價 因為它本來買地的成本就很低 所以它用成本價賣給被徵收戶 那被徵收戶的買到一戶 現在算出來被徵收戶購買的成本一坪 房子剛剛講九點一萬是土地 那買的房子一坪是十點四萬 平均一坪是十點四萬 那個台南現在所有建案都在有一個講法 叫做一字頭房價 一字頭房價就是說十萬多的 十多萬的十N萬的房價 基本上已經不存在台南東南西北市區裡面了 也就是說一字頭房價你要到仁德才買得到 而且到仁德去買是十八九萬的那種價錢 就是一字頭房價 但是你現在在台南市東區可以 哇十點四萬買到 就是所謂的成本價 那然後呢台南市政府呢 就是把合族這個區域 合族的三百四十戶 賣給這個備贈收入之後 剩下的房子台南市政府拿去拍賣 台南市政府就賺這個拍賣的錢 因為台南市政府也是用成本價買進來 就是十點四萬然後賣出去 今年的五月 而今年四月拍賣 他一坪拍賣的價錢是二十點七萬 也就是說他一坪賺十萬了 不只是台南市政府賺十萬 而且備贈收入也可以賺十萬 你如果說買一戶也可以賺十萬 那然後呢 征邦區有164戶 這164戶就通通都給福利建設拿去買 就是說基本上你看這個東西 看起來就很像都更 沒錯他就是公安都更 就是透過都更的方式來完成的 那照顧宅除了 所以說照顧宅 我們聽到照顧宅 照顧兩個是好像都是照顧備贈收戶嘛 但是呢 南鐵照顧宅為什麼一再的被大家所提起 它的重要性就不只是在照顧被徵收戶 被徵收的房子沒有房子住的人 讓你有地方住 這個叫照顧嘛 但是其實台南市政府特別強調的叫做 由公有土地引導沿線土地及機能再發展的延伸 然後要維護基地及周邊不動產市場價值 這是台南市政府講的 就是說我今天照顧宅的目的是這樣 那麼所以呢 我今天剛剛看到那一片遼闊的台塘地有沒有 我把這兩百多戶簽進去幹嘛 簽進去它就是我要炒作土地的先頭部隊啊 就是先頭部隊啊 不然的話我這個地方都連人都沒有 連隻狗都沒有 我這個地方要怎麼炒 我決心把它炒出去 然後呢我藉著在這個區域裡面 第一棟房子蓋出來 然後我剛剛講說成本價不成本價的 這裡我不是講都台塘地嗎 什麼叫做成本價什麼叫市價 不是透過市價交易 然後我上網去查市價登錄看多少錢嗎 這個台塘地怎麼會有市價交易 所以價錢是他自己訂的嘛 好就這樣訂出來 然後等於說是我已經把這個區域的地價 遊戲規則跟居民我通通都幫你找到了 然後後面呢 然後再來更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其實更重要 就是拆遷戶呢 它可以買照顧宅然後把它賣掉 那理論上當然就是你買到兩年之後 你才能賣吧 但是那是理論上 現在你要賣當然就有辦法買 當然就有辦法買 所以說等於說你買一戶五百萬 馬上可以脫手一千萬 那是現買現賺 現買現賺 所以說也藉著這個方式呢 使得被偵偵偵偵偵成為土地開發的獲利者 好 這個東西我就要談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大概我講說近十年以來 台灣政府對於居住權抗爭的一個回應 其實非常重要就是 它通通都是以交換價值做的回應 我舉個例子 2011年土徵條例修法 土徵條例修法裡面呢 就把土徵 土地徵收 規定 本來是公告地價加四成嘛 那公告地價加四成 其實距離所謂的市價還是很遙遠的 為什麼台灣的公告地價跟公告限制 房屋價公告限制會這麼低 因為它是徵稅的基礎啊 如果說 它這個公告地價跟公告限制 如果一高的話 我的地價稅跟房屋稅就很嚇人了嘛 對不對 所以它不敢動這個東西啊 它不敢動這個 那所以說呢 在2011年修法的時候 就直接把徵收和公告地價和公告限制脫鉤了 等於說我今天要用市價徵收 但是什麼是市價說起來很模糊啦 那一個是市價徵收啦 那市價就是由市政府徵收單位自己去主導 好這個就是 我實際上這兩三年採訪南鐵 我覺得有一個事情急轉直下的地方 這個照片是協議架構會議 大家知道那個土地徵收是 我先要做協議架構 就我先跟你談價錢 我出多少錢跟你買 如果說好你們通通不買 那我再報一個土徵計畫 送到內政部的土審會 土地徵收審議委會去通過嘛 所以說那個是跑程序 前面一定要有一個協議架構 那這個拍的照片就是它在大禮堂裡面 然後協議架構會議 然後炒成一團 然後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原本大家在以為 這個是2018年 那個2011年修法之後 2012年的9月份開始 市價徵收 然後大家本來的概念 對台南鐵路地下化的概念 都是公告市價加四成 所以說每個人在算我家會被收多少 所以我去查公告地價就知道 就覺得哇怎麼這麼少啊 我這樣怎麼買得起房子 但是實際上這一次 協議架構下來 我覺得是對南鐵重擊的一次 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發現 我的徵收價格是本來我預期了兩到三倍 這個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然後呢 每個人就開始 本來是說 本來那個心裡面的那個心態就是 你用這麼低的錢徵收我 反正我徵收費也不是很重要 但我突然發現 哇 原來有這麼多 雖然說他有沒有到市價 我還是不知道 那麼他就會開始比了 我就上網趕快去查實價登入 怎麼我們加下一個block 一瓶實價登入30萬 你為什麼只用20萬來收我家 然後呢 我家隔壁是30萬 為什麼我是20萬 我中間只割個 只割個像 五米的像道而已 為什麼差這麼多 那種問題全部通通都出來了 就是說 原本大家都不想錢的問題 因為那個錢根本是個屁 假如說是公告市價加市場 根本是個屁 就是等於說你給我一點點東西 現在不是 那我覺得這個 所以說我這件事情 是重擊了南鐵 2018年的時候 重擊南鐵 雖然看到網路很多酸民 一直在講說 這些絕青都不去挺南鐵 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南鐵走到今天 其實有非常多的因素 那麼我看到2018年 這個協議架構 真是非常驚人 就是說 它的整個的 整個的土增條例的市價徵收 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作用 在這個地方 那我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國家回應 比如說小碧潭戰 小碧潭戰就是美和市 美和市的開發叫做聯合開發 那它的開發案裡面 公共建設只佔了18.2%的土地 所以說很離譜 然後更離譜的東西是 1991年的時候 徵收小碧潭戰的土地 那個時候地主被徵一坪地是7萬8千塊錢 後來變成一坪地是220萬 所以所有地主通通都瘋了 你那個時候跟我說 你要蓋捷運機場 好嗎我摸摸鼻子給你拿去蓋 那一坪7萬8就7萬8 結果你現在把它賣出去 一坪賣220萬 你當我是什麼啊 那所以說整個小碧潭戰的爭議 就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個事情呢 其實後來就經過了 這個是美和市 其實我剛開始注意到美和市 是因為它對面 它對面就是西州部落 那時候西州部落要被拆 然後就很多人講說 是因為美和市 在那邊看過去 哇這個爛房的很難 對很難看 所以說是為了美和市的觀戰 才要拆西州部落 那時候才注意到美和市 但後來發現 美和市是一個這麼大的毒瘤 好可怕 那國家後來就回應了 到2016年的時候 因為美和市的地主 就開始打官司 2016年的時候 做出兩號四字解釋 都是針對美和市的 四字七十二跟四字七十三 因為那個原來 大眾運輸法裡面 有什麼P0地區 好這個就不仔細講 就是說我原來的 大眾全運法裡面 可能有問題 所以說呢 他們後來打算修法 就是把裡面加一個捷運開發區 捷運開發區是什麼意思啊 現在正在抗爭中的 三峽龍埔裡 LV05戰 其實面對的就是 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基本上呢 我LV05在下面也是 也是基礎吧 然後我上面是 聯合開發的大樓 然後呢 我剛剛講說 美和市地主絕對被騙 對不對 對不對 是因為我今天如果說 我七萬八被你增 然後你兩百二十萬賣出去 我很不爽 那我現在修改了這個 捷運開發區之後呢 它裡面一個要求 就是說開發單位 捷運局 你需要先跟地主協議架構 然後告訴你說 你來參加我的聯合開發 你參加聯合開發有幾種方式 你可以用你現在的房子 然後折算之後 換到以後的房子 這是一個方式 再來的話 你有優先成購 或是成租的權利 將來我開發商場 你可以優先來買 或者是來租 如果你都不要的話 我就依據土生條例 給你市價徵收 好 這個東西意思解釋說 我今天把這個 有可能會反對的地主 因為你一瓶增我七萬八 賣人家兩百二十萬 我一定反對嘛 那麼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就把你們都納進我的開發 納進這個開發獲利的邏輯裡面來 大家聽到這個東西 是不是跟照顧宅一樣 就是說 你們這些被徵收土地的人 我把你們通通都納進來 納進來之後呢 我開發土地 我從這邊獲利 你們也可以賺錢 這個是國家對於 國家對於這十幾年來 居住權運動的一個回憶 好 那我看到許醫師 我們跟花 花進群雖然沒講什麼啦 但是花進群很重要的部分 在講這個東西 好就是說 國家已經回憶了 這十幾年來已經回憶了 民進黨做得很好了 但其實也不是從民進黨 開始回憶的 國民黨執政開始就已經 一直不斷的在 在做這個修法了 好 那也就是說國家在做調整 我現在講的都是國家 我沒有講哪一個黨 基本上我看不太出來 什麼不一樣 就是基本 它是連續性的嘛 就是國家有對 有在交換價值 這些事情這樣做回應 那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 你在交換價值上面做的回應 你有沒有在 如果說我就是不要呢 有幾種人就是不要 第一個是不願意參加 這個遊戲規則的人嘛 我在接觸黃春香的過程裡面 鐵道局一直跟他講 你去買照顧宅 你知道黃春香有兩個門牌 11號跟13號兩個門牌 所以他可以買兩戶照顧宅 這件事情 人家羨慕得不得了好不好 我第一次去見黃春香的時候 我就是跟他講 我們去買照顧宅 因為他的徵收加上菜間賭場 合計起來968萬 那968萬我們再帶100萬 買兩戶 買兩戶照顧宅 馬上可以賣 我們花1000萬買兩戶照顧宅 賣出去2000萬 我拿2000萬 你不要照顧宅 我把它賣掉嘛 我再回來 我去跟我隔壁的 因為你基地年紀太小 我跟隔壁的人去談 我們合計都更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 我幫你蓋七八層的電力公寓 都沒有問題 我真的我第一次這樣跟他講 鐵道局跟他講都沒講那麼清楚 結果黃春香就跟我講說 他只回我一句話 我就知道這個人 除了抗爭沒別的路走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是他們定的遊戲規則 我們就是反對這套規則 為什麼要陪他玩 後來我就只好跟他講 我真的沒有補益他抗爭 他除了抗爭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如果說他真的是這麼想 假如說就是這樣子的人 你怎麼會因他 那還有呢 就是更重要的人是 他根本沒有所有權的人 我本來就是這個地方的租戶 然後呢 我或者是我是世居在這裡的 違建戶 違戰戶 我所謂的違建戶 違戰戶 我市居在這裡 有些人其實根本在違章建築 有沒有違章這個法之前 他就住在這裡了 那違建戶違戰戶 這些沒有所有權的人 他在這個過程裡面怎麼被對待 其實我剛剛前面大概也提出了一些 一些可能性了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說我真的非常不可能的話 我應該要在什麼地方去重建 我要怎麼去維持這個社區的生活機能 然後不會做過度的改變 所以說我認為黃春香的抗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非常嚴肅的提問 這個提問當然也是針對花信群的提問 就是說 這是花信群 花信群在那個隆普利RB05的時候 非常強勢 要通過這個 這個花信群 我覺得這句話 就是花信群出來維護國家 在交換價值上面 已經回應了土地權抗爭這件事情 是很不恰當的 為什麼 因為花信群在擔任 在境內政部之前 他所講的東西一直是稅的問題 就是說 今天國家為什麼要 或地方政府為什麼要 從事這樣的土地開發 因為錢不夠嘛 那錢不夠政府要的錢怎麼辦 就是徵稅啊 花信群其實在當內政部次長之前 他的主張一直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政府要增加持有稅 他反對政府在交易稅上面賺錢 但是他覺得應該要增加持有稅 因為增加持有稅的話 是可以發揮抑制房價的效果 怎麼樣增加持有稅 很簡單就是實價登陸 但是現在要推實價登陸2.0 這些東西其實一直碰到困難嘛 那這個完完全全是花信群在 沒有當官之前的主張 但他今天完全跑到了一個 潮度土地的價值區 然後到最後啦 這個是拍了一些照片 給陳志曉的媽媽 陳蔡姓梅 就在他們家被拆前幾天 我就說我想要跟著你去 你生活裡面的地方拍攝 這個是台南的黨蔡奇 那個距離他家大概走路 他走路 他走路10分鐘之內可以走到 然後再來買東西摊商 都非常的熟悉 那老人家每天 雖然說他們家是有移工在做菜 但是買菜都是他買的 然後他叫這個移工 怎麼做怎麼做這樣子 所以說買菜都是他固定 每天固定的生活 然後這個是陳哥 是陳志曉的爸爸 然後他有一個習慣 就是每天早上8點鐘 NHK那個音樂一起 他就一定要跟著做早操 也等於說一種復健嘛 因為他也是失智症 那然後每天走到新樓醫院去 這個走大概也是十幾分鐘 就是老人家的腳乘的十幾分鐘 走到新樓醫院去 就是說基本上老人家生活 不脫離菜市場 然後醫院 然後這個 就差不多就是他整個生活空間 那當你把這個人給抽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去面對不同的建築物 然後不同的地形地貌 所以也許你沒有辦法感覺出來 但是他很快的就會失去生活機能 失去他自己的那種生活機能 所以說南鐵 沿線非常非常多 這種八十九十一百 這種年紀的老人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知道去了哪裡 不知道 那即使是他在附近找到地方 都不見得能夠 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個滿溫暖的一個畫面的 就是兩老早上起來 遞個咖啡 應該不是咖啡 應該是牛奶 給他先生 給他老公喝 就是兩個九十歲的老人 這樣子相依為命 然後這棟房子呢 是他們一起共同建造起來的 但是這些東西現在都已經變成回憶了 這個是南鐵的拆遷 一些徵收戶是沒有辦法看到這種畫面 看到之後實在是會受不了的 這個是剛剛那棟房子 這個是上面是拆遷 然後後面是柴的後面 然後剩下這個房子其實 也是一個三角形有沒有 如果說你看到最左邊這塊 差不多已經占這個三角形的 三分之一面積是樓梯 因為他整個拆的只剩下十坪了 然後他原來的地是五十坪大 五十坪拆到只剩下十坪 然後呢 他要全部的重建 重建成三層樓 這戶人家呢 本來他們家裡面是六個人住 媽媽然後夫妻兩個嘛 還有一位移工還有兩個小孩 六個人住 然後呢 這個房子被拆了之後 就買了招股宅住到招股宅 買了三十坪的招股宅 三十坪的房子六個人住 現在住在招股宅裡面 所以這邊一定要重建 這邊一定要重建 然後重建 你看到這個範圍是十坪 然後十坪三層樓 然後呢 在他的設計 這個是二樓 對不起 這個是二樓 在這個設計裡面 一樓是沒有房間的 所以我就問他說 是不是你們媽媽也不可能搬回來 他們沒有說話 但是其實一定是不可能的了 就媽媽也不可能再爬到樓上去 所以說可能未來就是 他們夫妻或者是小孩 或者是媽媽跟移工就只能留在 留在那個招股宅 然後這兩個地方相隔非常遠 招股宅離這裡隔得非常遠 所以說他的六個人住三十坪 看起來很擠嘛 就是這三千房間 六個人住三十坪很擠 那一定是 一定是未來 未來就是兩邊住 然後一個家 就被拆成 一個在台南的最北邊 一個在台南最南邊 變成這樣的狀況 好 這是黃崔江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完全不是這樣子了 就是整個已經被拆得亂七八糟了 那這是黃崔江的租戶 網路上面有一些考論一直在講說 他是包租婆 這個也沒有錯 就有些東西就是 他把兩棟房子上面隔了 最多是17間房間來分租 的確是太多了一點 我看來也不是很舒服 但是呢 得要顧慮到一點 就是說居住在裡面的人 像這個雅惠 雅惠他 今年早一點的時候才車禍 然後開刀 然後他因為 因為那個 長期吃憂鬱症的藥 所以說造成說 骨質疏鬆 他才四十幾歲 骨質疏鬆症 而且 那個在 在10月13號強拆的前幾天 才去檢查說 壓迫性骨折 我就說我沒有聽過 四十幾歲的人 就在壓迫 因為骨質疏鬆到壓迫性骨折 就是那個骨頭整個 啪下來 整個垮掉 那個已經是 八十歲的人 才會發生的事情了 他是因為 服藥的管理 再加上體重非常重 對啊 然後 然後 然後一時時間也沒有辦法工作 然後旁邊那個是他兒子 他兒子 現在來講 剛滿十八歲 為什麼一天到晚 再算他有沒有滿十八歲 是他能不能去工作 就是他本來在念台南海事 台南海事 然後 然後那個 十七歲 沒有辦法 他去工作也沒有人要他做 也沒有人願意收他 然後呢 他十八歲 一滿十八歲就休學了 因為他媽媽現在沒有辦法賺錢 所以他先去賺錢 打工賺錢 賺一年 然後讓這段苦日子先撐過去 然後他們現在 他們兩個 兩個母子等於說 是在生活最困頓的時候 碰上這一次的搶差 然後 怎麼可能會有前夫房租 這個是皇家現在的租客 就是說我剛剛在講說 國家的確是在交換價值之間上面 回應了所謂的居住權運動 但是呢 他同時沒有給 使用價值任何一條路 當使用價值完全走不通的時候 他就會把人逼到交換價值去 像譬如說我剛剛談到的 去買了照顧宅的家庭 他是不是真的想要買照顧宅 是不是真的想要參與這個金錢遊戲 不一定的 但是問題是說 因為使用價值是沒有路可以走的 所以說他就會把人給趕過去 那麼國家 國家也就是利用這樣子的戰略 開始在瓦解所有的抗爭 那也就是說 我今天在談的藍鐵皇家 我大概 我會稱王淳香叫做使用價值的 基本教育派 就是沒有看過他這麼牛的一個人 就是我剛剛都已經講了嘛 我從任何理性的分析然後計算 都覺得你去買超顧宅可以賺一千 變成兩千萬 這個怎麼算都是理性的計算啊 那為什麼你不這樣子做呢 但是他就是不肯 他就是不肯 我記得他回應我一句話 最打到我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比我大12歲 他也是屬猴的跟我一樣 他就是講說 我都已經快65歲了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有多少東西我都想保留下來 然後我覺得我已經沒有 沒有什麼時間再去賭博了 如果我是五十幾歲 說不定會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不知道怎麼回應他 因為我就是五十幾歲 然後我全拿去買超顧宅 沒有辦法回應他 所以我是說你這個就是一個 他就是非常強調使用價值 有的時候已經強調到龜毛的程度了 所以說而使用價值很麻煩的地方就是 很多人聽不懂他要保樓梯為什麼 就是一個小小的樓梯再蓋就好了啊 但是實際上到了現場 你就知道樓梯是很困難的 因為一蓋回去的話 他原本的使用 因為其實不只是 剛剛講的他一百歲的媽媽要用一樓 等到過幾年他媽媽不在了之後 那村鄉自己年紀也越來越大了 連我現在 因為我家住到五樓 我每次爬上去都要先喘半天 才能繼續下一個動作 就是年紀越大的時候 又會感覺到 這樣子一個問題的存在 所以說他自己要住在那個地方 也會有這樣子的需求 所以說基本上 我會這樣子去看待 村鄉這場抗爭 9點22分 好 那個我想 我先報告到這邊好不好 我希望說能夠多一點時間來討論 好 先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要人主持嗎 還是我就繼續 還是休息一下 那我們就先休息個五分鐘 休息個五分鐘 然後那個剛剛進來的前的那個回饋單的話 請麻煩交給那個 我們就謝謝 如果 如果 大家如果說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想法 可以寫在回饋單上 因為等一下不一定有機會 可以 聊到 但我可以看到 大家的想法 然後看看可以怎麼樣討論這樣 所以用寫的也 也蠻好的 如果 如果 真的沒有比的話 我們大概先休息一下 久點看 我要比的話 這邊可以 那就是要記得畫 那就是要記得畫 有什麼 那就是要的 要的 還不是覺得很難說 不是這而且 有什麼 我想要 就睡到 那就是要的 我 但我 要的 有什麼 找一 就是 是 這是 對 我 看 他 很 有 學校文 他 怎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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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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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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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沒有任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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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愿者 然後 然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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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定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即使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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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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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